曹云金最近动作不断 先是和老搭档刘云天同框出镜 之后又在直播间说相声 这无疑是相声界的第一次 估计连老郭也没有想到 要说就说相声的功底 还给是人家曹云金 毕竟他是个聪明人 前不久 曹云金和你网红直播了一场实面埋伏 那架势堪称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听得大家好不痛快 就在这时 突然有网友脑洞大开 评价 五环那个人就是在修炼十辈子 也赶不上曹云金 这话虽说有点毒辣 却将事实情况到得一清二楚 明明白白 除了对专业技能表示认同之外 不少吃瓜群众琢磨起曹云金的感情 甚至大言不惭的跑去女网红的评论区 询问他和曹云金的关系 当事人并未澄清 不过是合作了一次罢了 平白无故被人贴上标签 这多少有些无语 就在大家对曹云金的感情说三到四时 他本人直接跑到前期唐宛的直播间 二话不说疯狂刷礼物 坐实了榜一大哥 大家都想看看唐宛的反应 只见他甜甜一笑 然后很自然的说 谢谢金老师的礼物 刷一个就行了 还刷 我的天 即便离婚 但两人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 于是我网友怀疑 他俩是不是复婚了 不过我们从两人的社交平台中可以看出 曹云金最近的却开窍了 他在母亲节当天晒出女儿的视频 并编写了文案 小美女祝全天下的妈妈 母亲节快乐 画面中 曹云金的女儿穿着粉红色的套装 看起来十分可爱 小朋友眼睛深邃 有点混血儿的感觉 完全遗传了父母的优点 在这之后 唐宛也发布视频 视频中的女儿穿衣打扮 和曹云金视频中一模一样 这不禁让人怀疑 两人是不是在一起了呢 有网友发现 除了拍摄角度不一样之外 剩下的全都一样 两人复婚了 真希望这是真的 毕竟如今的曹云金 已经收起自己的锋领 变得越来越靠谱 儿端晚 虽说事业上不温不火 但性格直爽 情绪稳定 两个人挺般配的 我们期待两人的官宣 话说到这个份上 我们一起聊聊唐宛这个人 从社交日常来看 他现在基本上没有工作 空暇时间就做一些副业 卖卖衣服啥的 虽说没有工作 但唐宛的起点还是蛮高的 他和杨米是同班同学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唐宛的业务能力还是很突出的 他只是缺少一个成名的机会 这一点 曹云晶看在眼里 内心十分有感触 十几岁的时候 曹云晶遇到了郭德高 之后慢慢学习相声 从成名之前的经历来看 他度过了一段十分难熬的生活 唐宛的现状 曹云晶很懂 所以即便两人之间有隔阂 也会逐渐消失的 有人要问了 假设唐宛和曹云晶复婚了 那两人的契合点究竟在哪里呢 回看曹云晶 打从德云社出走之后 留下太多遗憾 空有一身功夫 却得不到赏识 最终被网友的辱骂声淹没 若不是赶上直播的浪潮 曹云晶或许还会再低沉几年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 人家脑子里是有东西的 吃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 这一点 唐宛感触最深 在人民的名义中 唐宛的演技值得肯定 他其实并不差 只是没有那么好的硬气 也许他和杨幂之间 就差了一个性格 唐宛性格不张扬 情绪很稳定 没那么多锋芒 回看杨幂 和他完全相反 是个很有野心的女人 这注定了两个人的人生会相差很多 曹云晶和唐宛都是有才华的人 而且身边的人都成名 发财了 这些原因一定会引起共鸣 两人抱团取暖 也算是心心相惜吧 除了两人的相同点之外 唐宛最大的优点就是懂得包容 在两个人还没有离婚时 他就包容着丈夫的一切 包括外界的骂声 人人都说曹云晶是个狂妄之徒 但在唐宛眼里 他是个好爸爸 对婚姻也是付出的一方 即便两人发生了很多不愉快 但他总能有条有序的解释清楚 情绪稳定 从不发飙 这样的女人一定是家中榜 也是很多男人梦寐以秋的 最后笔者想说 如果两人真要复合 大家一定会祝福的 毕竟你们有孩子 希望曹云晶能珍惜当下 好好经营事业和家庭 期待你密封翻盘 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相声艺术工作者